《二十大愿》 《文明、信念、定生》 西方极童十一节愿 今云是我的佛 里面是经的文字 十方众生 闻我名号 信念我国 只诸得本 寄心回向 遇生我果 不果遂者不取正觉 那个意思就是 如果是任何修念佛法门的众生 如果是一些疑心信念 常常齐名念佛的信念 还常常想西方极童的世界 仰慕西方极童的世界 很希望往生西方极童的世界 还常常信念佛的名号 还信念西方极童的庄严 如果是这样 阿弥陀佛决定是 决他往生西方极童的世界 那什么是信念呢 信念的两个字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佛门里面 我们有一个佛式是三十信念 不知很多居士参加过三十信念 三十信念是元朝的中方明本禅师 中方明本禅师原来是修禅的 后来年纪大了 他是专修念佛法门 他提倡的佛式就是三十信念 三十信念是把佛式分成三个段 三个时间来共修 信念的意思是用身口意来念佛 还观想阿弥陀佛佛经里面的道理 以及观想西方极童世界的庄严清净 在这个个程里面 不只是用口念 还要用身口意专注观想 口念 信念念 一心专注 念经文的时候就要观想经文的内容 所以有一个三十信念 所以信念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们怎样想 信念是怎么可以达到信念呢 我们怎么才可以达到信念 把我们念头专注在齐名念佛 专注在观想阿弥陀佛 依报、正报的庄严 那么我们就要探讨一下 信念的推动力是要信、愿、行 我们说是三要 这个三要非常重要 要有信心、发愿、还有修行 修行就是实践 把常常念佛、异心念佛都设六根敬念相继 其中信念是最为重要的 佛法大海为信能入 宝灿的第一品归一三宝 我们两王宝灿 母文经前几天不是两王宝灿 第一品是归一三宝吗 归一三宝是建立在信的基础上的 大方广播《华严经》里面讲 信为道元、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 可见信的重要性 但是不少信中他的信心不够坚定 内心对佛法常常有疑惑的 今天遇到顺境觉得学佛好 明天经历历境又觉得学佛不好 这种信仰就是我们名为疑信 有怀疑 他遇到好的缘分的时候 哎呀 多好 我现在信佛了 我念了《地藏经》以后 念了《心经》以后 现在我身体好了 我父母对我也好 好 再过一段习期 或人家身体不好来说 不行 你看 真的念经拜佛好吗 信仰不够坚定 而且人起了疑惑 疑惑是有三种的 一种是疑字 一种是疑师 疑法 怀疑自己 怀疑自己是没有信心 怀疑老师 怀疑释迦牟尼佛 真是有释迦牟尼佛吗 他讲的佛法是真的吗 还有疑法 所以大家拜良王参 第二品是什么 大家要知道内容才行 第二品是断疑 你断疑才可以生起信心 宝参的第二品是断疑 因为断疑才能生起坚定的信心 疑是众生六种烦恼 根本烦恼之一 我们每一个众生都要烦恼的 贪嗔痴慢疑恶见 六种烦恼是根本的烦恼 疑是根本烦恼之一 疑者怀疑不信对佛法的真理 佛法有什么真理 是圣地八正道三十七诸道品 乃及经论所阐述的一切的 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一理 他读不一定信 可能一时信 一时又不信 不但是这样 他反而要寄生自己的见解 他可以这样 他的邪见是什么 念佛 你太贪心了 你贪心 你贪西方九乐世界的庄严 你贪心 不要相信 你念佛不好像去天堂一样 没有这个事情 你必须要看经的 看经之道道理 你经作念咒这个才行 你念佛怎么行 余夫余夫才念佛 你生下邪见 堵衰善恒 造出种种的恶业 你也不知道 你胖念佛法门 你也不知道 你用你的成见 我告诉你 人就需要我见 这个我见是一个根本的烦恼 贪嗔痴慢疑 恶见 恶见 恶见都是一样 有疑惑 有我见 所以我告诉你 千万不要我见 我这样想就一定对的 你要我受戒 我不可以受菩萨生戒 为什么要不杀生 人家都天天吃肉 我不可以受道戒 我还要download人家的东西 你看 他几几都说 有这个我见 我一定不可以的 你不守 你就不要受 你要守得才可以受 所以我不受 那是邪见 我告诉你 灵愿受戒 犯了忏悔 都不要怕戒而不受戒 戒经里面很清楚的讲的 不是我官城讲的 你知道了 你知道我讲什么话 好 我们这样讲 断愿 我们讲得快一点 因为我们今天希望争取多一点时间 把第二十大愿讲完它 怎么是断愿 断愿 生信呢 初信佛者 修着佛法有三大次第 如果是你有断愿 你必须要开始修行 修行才可以生起信心 你不会说 你一开始信佛就有相信 那么我还没有知道 了解清楚 我怎么可以相信 我们现代的想法跟以前古代的想法 不一定同 现在你要一开始就让年轻人信佛 他要思维的 为什么要相信 我要了解才可以相信 而且他要根据他自己逻辑的思维才相信 那么你必须要让他一点一点的增加信心 不可以盲目的说 你看我信佛的时候 我开始就受戒 我开始就皈依 它不行 因为他怎么样 他不了解以前他不相信的 你不可以强迫人家相信 那你怎么样 你就说好 你不相信不要紧 你要对他产生一点兴趣 你现在的心情还没有建立起来 但是你对他产生兴趣 你必须要经过三个阶段 有三大师弟去学佛法的 或者是了解佛法的 闻思修 从闻思修 闻是什么 听闻佛法 包括研读佛典 听讲经说法 由此认识佛法 可都闻会 如果是你常常看经 读经 你现在参加良王宝灿就是闻 你读良王宝灿的经典内容就是闻 你又开始闻佛法 听闻佛法 看佛法的文字 看YouTube等等 你又涉猎佛法的内容 看佛书 听讲经说法 开始对他学佛法有一点兴趣 你开始的时候就是闻 闻是什么意思 如果是我们的英语讲 你闻就可以从闻到闻智慧 这是conceptual wisdom 因为你是用concept去想的 你闻就是闻到concept 你闻就是闻文字概念 你闻到什么 你闻到文字 文字是什么 文字是一个概念 从文字而起修 你没有概念 没有文字 你没有概念怎么修 什么是空 你也不知道 什么是三法印 四法印 无常 古空 无我 等等 全部你没有佛法的概念 你怎么去修 怎么去试 你闻就是 你把很多释迦牟尼佛 从2600年前所讲的佛理 你好好地听下来 你不一定需要接受 你开始的时候 不是说你一听就接受 不一定 你闻 你先要闻 Open your mind Empty your cup of bigotry Empty your cup of self-opinion so that you can hold more water into the cup If your water is up to the brim You can't hold any more water 如果是你自己的层见 好像你杯子上的水已经满了 你的层见已经满了 你可以再有水进去吗 把你的层见水倒出来 你才可以抓得更多 你已经说我抓了很多了 我满杯子都是成见的水 那么怎么可以有其他的意见呢 怎么可以吸收更好的经验呢 所以你必须要从文里面 你听闻佛法 包括研读经典 你现在也是听闻佛法 所以我告诉你 每个星期天来听佛法很重要 在你的八识田里面种下种子 你要闻法 听闻佛法很重要 Conceptual wisdom You have to gather enough conceptual wisdom 第二 师 师是对所闻的佛法加以思维理解 由此刻可以得到了思慧 你依了思慧而修行 思慧是什么意思 师是经过你的 如果是我们英语讲 Introspection wisdom 经过你的contemplation 经过你内面的关照 经过你过滤 经过你的思维 经过你的考虑 这个是对 那个不对 这个我接受 这个不接受 经过你的思维 那你的思维要对才行 如果是你本身的思维 充满了怎么样 自私 自利 你追求的是享受 你追求的是名、利等等 那你的思维就不是正姬 所以我们八正道里面 第一就是正见、正思维 没办法 如果某某人听了佛法、闻了佛法以后 他加了自己的思维 如果他的思维是不接受的 而是他的思维是邪的 他很难接受佛法的 所以我告诉你 可以接受佛法的人 你是以前修来的 你是以前你的修所成慧 因为从前生已经学来的了 有很多人借一生 他修学佛法 不是借一生的 前生前世的 你闻了以后还要去思维 还要去观照 观照以后就不够的 还要把你思维的结果 实践在日常的生活上 你要有精力 你要把你学到的东西 都放在生活里面体验它 好好地体验它 怎么放在生活里面体验它 止恶行善 我听到五戒 我就菩萨生 我不但菩萨生 我要放生、护生 菩萨生 不偷盗 我不但不偷盗 我还要布施 菩萨生 不偷盗 不邪言 我不但不邪言 我鼓励犯行 不偷盗 等等等等 那么我就用行为把五戒实现出来 我还有每一个事情我不执着 我很容易放下 或者是我对亲情这一方面 我没有以前那么执着了 我不执着我要我老公爱我 我要老婆爱我 我要我的儿女孝顺我 不孝顺我 我就觉得他们反叛 不行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你要求别人太多 要求别人太多 在梁王宝餐里面是什么 责望 你对别人的责望太多了 你要你儿子孝顺你 你要你儿子成为医生 赚大钱 当律师 光中药主 你的要求 你的责望太多了 你要你的媳妇好好孝顺你 不孝顺你 你就对他不好 帮大家表现意见 家庭不合 怎么办 你的责望太多 还有同住的烦恼 以前初恋的时候 大家看不见大家的缺点 一住下来了 以前还是闪婚的 一年都不够 半年一个月不够的结婚 结了婚以后发觉大家都不对了 怎么办 已经有一个孩子了 算了吧 有了孩子了 好 我们继续下去了 一年 两年 三年 四年 到了孩子十五岁了 离婚了 那孩子怎么办 这一类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就是同住 同住跟责望 梁王宝餐里面画了很多很多文字 就是讲责望跟同住 所以梁王宝餐也说 最多的烦恼产生在亲情里面的烦恼 最多 你打工啊 老板不要我 拜拜 我可以不做了 你有家庭的千禅 你可以一走了之吗 你牵牵挂肚 你不愿意 怎么办 这是你的业力 没有人可以救你 你自己救你自己吧 你放得下吗 你修就可以放下了 你修无常苦空无我 你修方向 修就是将自己所认识的佛法 使用在实践 在日常生活里面 有测试的修行产生了修慧 以修慧断尽烦恼正的道果 有文而诗 有诗而修 有修而障 那个就是修学的过程 在这里还有强调一点 文诗修诗学佛的师弟 the gradual development of your pursuit for enlightenment 但学佛的科目是戒定慧 他的科目是戒定慧 守戒使你防飞几恶 修定令你心律妄心 法慧作你破获正真 成就无上正等将决 所以你必须要戒定慧三无漏学 大家有没有看《大佛顶手愣验经》 《观世音菩萨耳根软通章》里面这样讲 我把他的经文再带出来 大家看一看 而是观世音菩萨自从做起顶礼佛足 二百佛颜 四专 一念我西无数恒河沙解 于是有佛出现于世 明观世音 我一彼佛发菩提心 彼佛教我从闻思修入三无地 谁叫观世音菩萨 谁叫观世音菩萨 是一尊佛告诉观世音菩萨 一尊佛告诉观世音菩萨 你要修行 你用什么修行 从闻思修入三无地 这一尊佛的名字 这一尊佛的名字 你知道吗 这尊佛的名字 就是观世音菩萨 你懂吗 所以只念这个佛 观世音菩萨 就名为观世音菩萨 那就是从闻思修入三无地 当你有闻慧的时候 初步的信心就应该成立起来了 我现在不是讲信心吗 断移生性吗 你没有信心 你怎么可以信念 我现在二十大愿的这个 现在讲来讲去 还要讲两个字 信念 移心不断 信念必须要有信心才可以信念的 没有信心 怎么可以移心 信心是坚立在要修的 怎么修法 从闻思修 从闻思修入三无地 当你的闻慧 我已经讲了 闻思修的初步的解释 当你有闻慧的时候 初步的信心就应该成立起来了 所以我告诉你 你要年轻人学佛 你必须要让他听经 YouTube 你不要说你信佛 信佛 妈妈为什么会信佛 你念观信佛是保佑你 妈妈 你不是很贪心吗 你要人保护你才念 不保护你就不念 你这样开始 他不一定相信 你要从闻里面 那个时候你应该把初步的信心打好基础 如果心里有你听闻佛法建立了魂 闻的慧 那么你的信心有一点基础 那个时候就马上要皈依三宝 你不可以第一天进了佛堂 看见我皈依三宝 你基于什么了解才皈依三宝 你要闻里一点才可以皈依 当你闻里一点 你就知道 我要皈依三宝 那么你就皈依三宝 权力的修学佛法的目标 皈依佛是要觉悟真理 超脱生时苦劳 皈依法是要了解真理的正见 实践成佛之道 皈依生是要防飞几恶 使身心清净 在皈依三宝的仪归里面 你已经发现了 已经发愿 发了四红诗愿 什么是四红诗愿 众生无边诗愿度 度众生 烦恼无尽诗愿断 断烦恼 法门无量诗愿学 学法门 佛道无上诗愿成 我们简单来讲 就是度众生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 这个是发菩提心的时候 就发了四红诗愿 你了解四红诗愿吗 度众生 你知道了 断烦恼 很多人说 我要学怎么断我自己的烦恼 不单断你自己的烦恼 还要断众生的烦恼 你怎么去断众生的烦恼 你要度众生吗 你要度众生不是空口讲就行 你要度众生就是让众生懂得怎么去断烦恼 才是度众生 你怎么才让众生可以断烦恼呢 不但是你自己的烦恼 菩萨不是常常为自己的 菩萨常常说 我要度众生 你要度众生 帮助众生度他们的烦恼 也帮助自己度自己的烦恼 先把众生的地位放在前面 你不是南方餐里面常常有一句话吗 先度众生 然后成佛 你在留意你们的文字 你们有没有说先成佛 后度众生 不是先度 你的心发大悲心 是要你忘了自己才行 你常常有我怎么行 你要帮助众生度烦恼 就是度你自己 为什么 如果是你每一念都是度众生 你诗人的念就没有了 你的我像就没有了 其实你帮人就是帮自己 我讲佛经 其实我讲出去也是讲给我自己听的 每一次我听我自己讲 我说我学到一点东西了 所以我不是说过吗 我非常感恩你们 因为你让我可以度我自己 就是这个意思 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 见了佛的方向 再加以努力学习佛法 那你的信心渐渐的强化起来了 你这样才可以把你的信心强化起来 好 还有一段时间 现在才十二等半 还有十五分钟可以讲 当你有诗慧的时候 你的般若字 这个我从三字来看文师修 当你有诗慧 你要思维 你要想 你要分析的时候 你的般若字就… 你的般若字 什么是般若字 Prajna 如果是翻译 Direct insight into the truth taught by the Buddha as a faculty required to attain enlightenment 你的般若字 你的Prajna 你的般若字会跳跃到 从文字般若 跳跃到什么? 观照般若 You will jump from conceptual wisdom level to the introspection level 你进步了 你的诗慧进步了 所以我告诉你 学佛是不断的进步的 可能你也不知道 就是我们学忍儒 好像我们很多庆祝在这里 开始第一年来的时候 他们出家了 第一年来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有识气的 自私自利 一定有的 不听人讲 一定有的 没有分析能力 好像有妒忌 我们就是烦恼的众生 出来家了 才开始知道 我们很可怜的 在家不知道 在家没有人讲你 你儿子敢骂你 你先生也不一定骂你 你父母也不一定骂你 你在家里面是主席 那么不肯骂你 你到了出家的时候 人家就指出你 你不要这样 你不要这样 你不要妒忌 你不要自私 你不要自利 你要忍儒 你要清洁 你要出波 你才知道 是这样的 那么你不开心的 你感到不开心的 因为人家告诉你 但是后来你就发现到了 我现在从文字播也 我知道我跳了关照播也去了 我的忍耐力越来越强了 人家骂我 我也放得下了 以前人家骂我 我放不下的 我读了PhD 你是个小学生 你讲我什么话呢 你教我怎么出波 你教我怎么拔草 我是一个Professor 我拔什么草呢 我是一个教授 我是经济的教授 你让我出波把草去 我受不了 但是一个很聪明的教授说 我用这个机会也可以出波 运动运动 多好 吸吸空气 看看大自然 我听他说 你在Bowen Island出波 真是一个大自然的境界 享受无穷 无人到我今行地 明月清风富与谁 我在宝人岛进行的时候 如果是晚上的进行更好 没有事过 我恐怕有豺狼出现 没有 没有狼的 只有小鹿 以前有古人 他晚上进行的 他看见明月 没有人到的地方 他眼看见一轮明月 秋天的风 和河暖的风吹来 这里没有人 他从心里面就讲一句话 无人到我今行地 明月清风富与谁 我这个明月清风 我讲给谁听呢 不需要讲给谁听 我心是修悦 必谈轻皎洁 无物看彼伦 叫我如何说 你问我现在的心情是怎么样 我说不出来 为什么说不出来 因为讲不出来 无物看彼伦 无物看彼伦 没有一样 是可以比我现在的心情 那么清安 那么快乐 无物看彼伦 没有什么东西 是我可以借来形容给你听的 叫我如何说呢 无心是秋月 我的心就好像是秋天明朗的月亮 必谈轻皎洁 又好像是必谈你们那个水那么清净 无物看彼伦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较它 比它更好 叫我如何说 你看 你现在讲了诗 继续讲下去 你就从文字般若 跳到观照般若 那个时候你会发心 受戒 齐戒 你受了五戒 八观摘戒 菩萨戒 比丘 比丘流戒 你可能有这个时候 你说我要出家了 可能的 不一定 你到了一个清净的地步 你可能你的姻缘到了 但是我告诉你 修行不一定要出家的 不出家的也可以修行 比较在俗家修行比较困难一点 不是代表不可以 我鼓励出家 但是不出家也行的 也可以修行的 不一定要出家 尤其是你有丈夫 有妻子 你有儿女 你怎么可以出家呢 你要责印 要实践你的责印 所以不可以出家的 这样 我现在讲一讲 当你有修慧的时候 闻为师慧 修慧 当你有修慧的时候 你的信心已经发展成为坚固的金刚 强大如虚强 强大如虚弥 这个是基础 由此可亦知道 断仪 只可以生信 是从精进勇莽 努力学习佛法产生的 所以我告诉你 佛门没有懒惰的人 如果是你懒惰 你不要进佛门 我们这里没有懒惰的 我们的亲众真是很努力的 我也很感动 很努力的 我们的亲众很努力的 没有停的 还有弘法立生 是从精进勇莽 努力学习佛法产生的 都是很努力的干的 没有说 你看 有人说 我们以前有一位巨师来过 我以为出家人是很清高 没有什么 没有事做的 明月清风 走走东东 吃吃灾 有空的念念佛 拿拿红包 这样就出家了 不是这样的 出家要很努力的修行 努力的弘扬佛法 就是在努力里面 他就有修会了 而且在努力里面 还要实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样事情 就是怎么样 消业障 我们业障很多 给人骂 努力 苦 就是要消业障 这个业障不除 怎么可以成佛呢 所以你骂我几句 我说好 消业障 多好 你骂我 我要反骂你 那你的业障还没有消除 好 文与诗所产生的机会是文字概念 文字般若与观梗的思维 观照般若 必须通过修才能证悟 实相般若 文字般若 观照般若都是因 实相般若才是国 我告诉你 实相般若的 也不是还没有道 实相般若不是相似般若 还不是究竟的般若 为什么 实相般若讲不出来的 不讲也要讲 没有一法可得 所谓佛法 是非佛法 是明佛法 当你充分的了解所谓佛法 就不是佛法的时候 你把实相般若这个概念也抛掉了 那个时候讲不出来的 只有心灵神会 好了 我还有五分钟 还有五分钟 我跟大家说 我刚才不是说 智慧就是文字的智慧 观照的智慧 实相智慧 实相的智慧才是洁净的真智慧 现在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非常重要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很简单的 也不是很长的故事 就在《影城回忆录》里面记下来的 天台宗的谭虚大师山东 山东不是有战山师吗 战山师的开山主是谭虚大师 他好像是天台宗的宗师 他有一年在哈尔滨 他建了佛寺 谭虚大师建了十几间佛寺 你看我们这种小和尚 只建了一个观音师 已经那么辛苦了 人家建了二十几间大庙了 所以你说你建寺庙 我建了这个寺庙 有什么了不起 你看谭虚大师 他一生建了二十多间庙 建完以后就交给亲众去管理 我不知道他有那么大的本事 你看我管理一个观音师还没有管理好 他管理二十间寺庙 谭虚大师在哈尔滨见吉洛寺的时候 有一天有一位法师 他这个名字就是修吾法寺 修是修行的修 吾是无有一法可得的吾 修吾法寺 就像来吉洛寺 当时吉洛寺还是有一个还没有建好 但是已经有一个大雄宝殿了 他就来向谭虚大师顶礼 他就跟谭虚大师讲 方丈和尚 我请求在此挂丹 我愿意发心专事后病人 可以让我挂丹吗 那么这位修吾法寺是引口人 出家前是一个泥水匠 不泥水的 生活坎坷 生活很困难 很坎坷 人生很坎坷 很苦 那个时候我想也是打仗的时候 还是很乱的时候 他老婆已经去世了 儿女也不知在哪里去了 非常苦 觉得世间真是太苦了 后来就出家了 谭虚大师就答应他 好 你在这里挂丹 但是你挂丹 你是专事后病人吗 好 我就让你挂丹 就让他住了 他说 我看看我尽量的住多一点 我要事后病人 后来过了十几天 这个修吾法师就又来了 他对谭虚大师讲 我要走了 谭虚大师说 你才来了十天 为什么你说要走了 你来的时候 你说要事后病人的 现在你这间的那么快 就又走了 他说 不是 放下和尚 我要往生了 请和尚祈悲 为我准备柴木 我做时候我要涂皮 要烧 尸体要烧了 涂皮 涂皮的意思就是火化 请你准备柴木 请你准备一点柴木 我要走了 我要往生了 请你最后请和尚为我做涂皮 谭虚大师就说 你要往生 你什么时候走 他说 放这和尚 十天内我就走了 随之地 第二天他又来了 放这和尚 我还是明天走了 请你为我准备一个房间 找几位居士联友 或者是法师 为我念佛送往生 可不可以 谭虚和尚就这样讲了 好 我就为你准备 分配了几位法师联友 为他念佛 那个时候修无法师没有生病的 他就在那个房间里面 结佳乎坐 盆腿打坐 闭目 念佛 盆腿 一位祝念的法师就说 很多往生的法师 没有往生以前都留几句话 请法师留几句法语 一个师父法师就说 我没有读过书 伤心笨 医生做苦工 我留不到法语 但是我有一句话 请跟大家讲的 什么话 就是能说不能行 不是真智慧 讲完以后 没有气了 那就往生西方断气了 虽然修无法师没有读过书 人家留下几句话 能说不能行 不是真智慧 你不是说我们从文字播也 到观众播也 从实相播也吗 实相播也才是真智慧 你一天到晚就是读博士佛经 你天天在文字里面滚 你有真的智慧吗 你没有行 你是佛所的博士 你的经论非常厉害 你的文字很好 你没有修行 就不是真智慧 这句法语 修无法师细微 离水降 不认识智 他欲智时机 无止而终 当然 他以前也是精进念佛的 如果是你天天在文字播人里面转眼 嘴巴说要开悟 只看经典 你不修行 只是硕实素宝而已 相比这些不懂文字的人 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度敌 就能往生西方就了西界 谁有真智慧 能行不能 能说不能行不是真智慧 那你还用怀疑西方就了西界吗 所以把你的怀疑抛掉了 老实念佛 这个才是真智慧 好了 现在是12点45分 今天讲到这里 终于是6点45分 dann试图前个问题 再终于是8点70分 何人有来有原因 会儿的不炎